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这是一个手电钻的充电器 我们看 它的电流是500毫安 正负50毫安 那么这个充电器如果损坏了 能不能修理呢 首先我们打开看一看 这有一个螺丝 螺丝拆开了 这样轻松就给它拿出来了 这个板就是插在内部的插槽里的 当我们安装的时候要给它插回去 那么我们看一看 它上面原件非常的少 这边这个应该是300伏滤波电容了 这个应该是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 这个就是输出滤波电容 这个是变压器 这个是充电和充满指示灯 这边也就几个原件 那么我们看一看都是什么原件 这端是220伏输入 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这个位置用铜波片 做了一个像电感形状的保险 进来以后 这段是正电压 这段是负电压 同时这个300伏电压 通过这个305三兆的电阻 加到这个滤波电容 这个是供电滤波电容 刚才我们整流桥输出以后 通过这个300伏滤波电容滤波 然后通过这个三兆的电阻 加到了这个芯片的一角进行启动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芯片供电滤波电容 当芯片正常工作的时候 变压器反馈绕绕组通过这个二线管整流 然后又通过这儿 给芯片一角供电 它的二角是稳压端 它的稳压端是通过这个反馈绕绕 这个绕绕这段是接地的 这一端通过这个电阻分压 通过这个电阻线流 也就是说一个上边线流 一个下边分压的电阻 在这儿得到一定的电压值 加到了二角 二角进行稳压 三角是空角 四角是电流取样 通过下边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上的压降 来进行电流的限制 五六角是开关灭压器的初级的另一个引角 开关灭压器的初级 这个引角是接到我们这个300V上的 很显然芯片工作以后 内部功率管就工作在开关状态 在开关灭压器的初级产生胶变的电流 从而产生胶变的磁场 然后在次级产生胶变的电压 在这里 这一端是负电 这一端是通过整流二级管 向后端输出一个正电压 这个位置通过线流电阻 然后给我们的指示灯中间引角供电 指示灯的这个引角接到了这个芯片的六角上 这个引角接到了这个芯片的七角上 这个芯片呢 其实就是一个运放 它的四角是接地 八角是供电 一角输出 七角输出 这个就是电流取样电阻 当后级有电池充电的时候 在电阻上会产生压降 当后级电池不充电的时候 因为它是靠保护板来进行断电的 所以这个电阻上就没有压降 这个电阻上的压降呢 是这端为正 这端为负 那么在我们检测电流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有一个10K电阻 是接在供电上的 我们知道这个芯片八角是供电 这个芯片的八角呢 只好是接在电源端 那么通过10K电阻线流以后 加到了我们电阻的这端 那么这端呢 是接到电流取样电阻的这端 那么很显然 这个电阻在这里 起到一个分压的作用 在这上呢 有一个0.15V的压降 也就是一个基准电压 加到了运放的五角和三角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二角是直接通过这个电阻 接到这个负极的 当电阻两端没有压降的时候 由于这儿 线流电阻给它提供了一个基准电压 这时呢 由于二角是低于三角的 所以一角输出高电位 高电位呢 一角和六角是接在一起的 那么六角呢 又是接我们这个充满指示灯的 所以因为一角输出了高电位 所以这个充满指示灯点亮 当这个电阻上有压降的时候呢 由于这段是负 所以呢 这个负压呢 就会使这个五角的电压降低 那五角电压降低 由于五角和三角连在一起 所以是三角降低 三角降低以后 比二角要低 呈现一个负压 那么一角呢 就会输出一个低电位 由于一角和六角接在一起 所以这个充满指示灯就熄灭了 这时由于六角是低电位 五角是高电位 所以七角输出一个高电位 使充满指示灯点亮 我们这个七角是接充满指示灯这端的 那么很显然 主要是检测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上的压降 来进行指示灯的一个指示 它并不能够起到充满自停的作用 充满自停呢 主要是靠保护板 修理这个充满指示灯 这个充满指示灯也很简单 首先如果后边没有输出呢 我们要测量这个300伏滤波电容两端 是否有300伏 如果没有呢 就查整流桥以及前级输入 如果有300伏 后边没有输出呢 那么很显然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这个位置是一个启动电阻 如果启动电阻开路 那么很显然芯片不能工作 如果这个电源滤波电容 如果损坏的话 这个位置的电压会偏低 那么芯片有可能不工作 这个位置是一个反馈的二级管 也是给芯片供电的 查完周围 原件没有损坏 那么就是芯片的问题 后边这个运放呢 主要是起到一个指示的作用 如果有电压输出 指示不正确 或者是没有指示 那么有可能呢 是这个运放损坏 或者是指示灯损坏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